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探测器 完成首次轨道修正 国家航天局说天文一号探测器 早上开启发动机20秒 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继续飞向火星 现在天文一号距离地球大约300万公里 所有系统状态良好 控制效果都符合预期 他到达火星之前 一共安排了四到五次修正 今天是第一次 后面还有几次修正 还有一次升空机动 对他的轨道面进行一些调整 使他能够准确地跟火星交汇 姜氏报道说 探测器在飞行六个几月之后会抵达火星 通过制动被火星人力捕获 进入环火轨道 之后就准备着陆火星 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专家解释 由于探测器长时间处于无动力飞行 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 会逐渐累积和放大 如果不修正 会令探测器错过火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 在上个月23号发射升空 预计在半年之后进入火星轨道 天文一号会在火星表面工作大约92个地球日 今次探测火星包括环绕 着陆巡视任务 以获取火星探测的科学数据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永报导